我们今天学习一下皮秒,小皮秒,开机 然后我们第一个是1264大米的头 是作用在真皮层去除黑色蓝色色素的 75的头更利于做嫩肤和红荷斑 532的头是治疗红色和棕色色素的 是作用在表皮的 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习 我们今天来先做一个提案者 我们是做黑脸娃娃 是安装上这个黑色的治疗头 我们调节1264界面 能量点红,用最小的是10 频率的话可以用4 关门直径的话我们可以给它调成最大的 调成10 然后开始准备操作 我们接下来给这位女士做黑脸娃娃的体验 我们先需要把碳粉涂抹均匀在面部 然后等待碳粉干了以后就可以操作了 那么黑脸娃娃它的作用呢 是通过碳粉的深层渗透的原理呢 渗透到毛孔的深层 然后包裹住皮肤中的垃圾和污垢 然后在激光爆破的瞬间呢 会把脏东西带出皮肤表面 另外激光在作用的过程当中会有微热的感觉 会有微热会刺激震密层的胶原蛋白的再生 弹力线维的回缩 可以达到搜搜毛孔美白淡斑 平衡油脂线分泌的功能 我们现在来用这个黑色的碳头 给它进行面部的黑脸娃娃操作 我们需要把碳头轻贴到皮肤上 有一点点距离 大概0.5厘米左右 然后将色素包破成烟消失就可以了 包括我们在面部涂抹碳粉的时候呢 我们要避开眼睛 眉毛 发际线和嘴唇的部位 光满一个挨着一个的进行包破就可以了 您可以发生了 鼻子部位主要针对它的黑鼻头和油脂分泌较多 改善收心毛孔改善特别的明显 这点玩会更适合一些皮肤比较油一些的客人 毛孔比较粗大,皮肤暗黄比较严重的 不太适合皮肤过薄的客人 现在我们开始做额头 现在操作左侧的面部操作方式是一样的 它不太适合钱 整大刀是挤出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